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在一日三餐中加了很多豆类 早上喝豆浆 晚上吃豆饭 就这样连续吃了近两个月 一周前 李伯伯因食欲差 肢体浮肿 全身乏力酸痛 气喘等症状不缓解而去医院就诊 被检测出 血肌肝竟然高达每升1280微膜 必须进行透析治疗 医生进行肾脏穿刺活检后 诊断为草酸盐肾病 问诊后得出李伯伯的病与大量吃豆制品有关 由于大豆中含有很多草酸盐 而李伯伯长期大量地吃 这才导致他的肾功能不断恶化 一 为什么尿毒症患者越来越多 据统计 中国慢性肾病发病率可达10.8% 平均10个人中就有一人患慢性肾病 而且肾病患者越来越多 如果对慢性肾病不够重视 还可能会被尿毒症盯上 一般来说 肾脏炎症反应期 肾功能带肠期 肾功能湿带肠期 肾衰节期 尿毒症期 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被肾炎盯上 肾炎放任不管 肾功能不断损伤 等到肾脏功能不能带肠 那就很难逆转了 若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 就可能进入肾衰节期 肾衰节到了晚期 就发展成了尿毒症 甚至 现在尿毒症也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之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尿毒症 与他们不重视体检 经常熬夜 滥用药物 不良嗜好 把饮料当水喝 经常憋尿等多种原因有关 二 尿毒症患者早期可能出现的几大症状 一 腿肠抽筋 肾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引起腿抽筋 排除青春期孩子们长高缺钙的情况 在尿毒症早期抽筋的频率会增多 并且痛感会增强 二 夜尿增多 正常情况下 人白天排尿的次数在三到四次 晚上零到一次左右 如果自己发现 在晚上排尿次数增多 并且尿量增大 就要特别当心了 三 口中有怪味 尿毒症患者 经常嘴里会有尿骚味 或者烂苹果的味道 刷牙漱口也不会减轻 这主要是和尿毒症患者体内 尿素氮的含量超标有关 毒素无法排除 只能通过呼吸来表现 四 身上出现红斑 小红点 肾功能出现问题 毒素无法排除 会通过皮肤表现出来 五 疲劳 尿毒症患者很容易疲劳 体力也会明显下降 六 对肉制品 高蛋白食物抗拒 尿毒症患者 对高蛋白食物会产生抗拒感 很多患者闻到肉味都会想吐 七 水肿 这一点是大部分肾病患者 都会出现的一个明显症状 这里放在后面说 如果发现自己腿部脚部或者面部出现水肿 建议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另外 饮食不健康 也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导致肾脏受损 三 有以上症状时需做哪些检查 一 尿常规 尿常规是最普通的检查项目 也是判断肾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主要是观察尿液中的白细胞 红细胞以及上皮细胞 还有颗粒管型 从而判断肾脏类型 二 血成规 血成规检查 同样也能判断肾脏疾病 主要是看一看血红蛋白水平 判断有没有贫血症状 观察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技术 看体内有没有感染 三 腹部B超以及CT检查 做腹部B超以及CT检查 能评估肾脏大小 所在的位置以及肾脏厚度 也能评估肾瘀中 有没有出现结石、肿瘤 以及积水 四 生化和电解质等检查 通过做生化 检查电解质 以及跟代谢相关的检查项目 能判断肾功能 了解体内有没有出现代谢紊乱 以及代谢性酸情况 也能了解血液中钾、磷和钙的水平 四 常吃四种食物 会慢慢把肾伤透 食物虽然能给人体带来充足的营养和能力 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也可能会增加肾脏的损伤 遇到要多加注意 一 高盐 偏好高盐饮食 盐分摄入过多 会导致体内的水液失衡 可能增加高血压和肾病的发病风险 二 高蛋白食物 肉类等高蛋白食物摄入过多 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发生风险 尤其要减少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本身胆固醇含量高 蛋白质含量高 吃多了可能会诱发肾脏损伤 三 浓茶 浓茶中含有很多的服 服需要经过肾脏的代谢 浓茶摄入过多 会导致肾脏负担加重 甚至超过肾脏的排泄能力 四 高草酸食物 菠菜 竹笋 馅菜等蔬菜中 含有丰富的草酸 这类食物千万不要生吃 食用前最好抄一下水 也能去除大部分的草酸 当然 尿毒症来临前是有信号的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倦乏力 食欲差 浮肿 面色发黄 尿量改变等异常 或者小便泡沫变多 四肢酸痛等症状 一定要提高警惕 小心尿毒症在作祟 五 肾不好 应该怎么吃好 对于肾病患者来说 一定要控制好饮食 那日常怎么吃才不容易踩雷 其实 改变饮食结构很关键 一 选择低脂饮食 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脂代谢紊乱 加重肾脏疾病 因此建议少吃高脂肪食物 多吃新鲜的蔬菜 尽量多吃深海鱼 二 维持低盐饮食 尽量选择低盐饮食 以减轻肾小球内压力 延缓对肾脏的损害 还要注意限制隐形盐的摄入 三 低蛋白饮食 很多肾病患者都拌有蛋白尿 有的患者还会有低蛋白血症 因此饮食上要尽量避免高蛋白食物 以减少对肾脏的损害 四 适当饮水 对于身体严重浮肿 少尿 新功能不全的肾病患者来说 要限制饮水 尽量喝白开水 少喝浓汤 饮水尽量少量多次 五 选择低价食物 体内90%的甲都需要经过肾脏的代谢 肾病患者肾功能下降 也容易出现高甲症状 尽量要吃低甲食物 对于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 则应在透析开始后 适当增加蛋白质摄入量 以免出现营养不良症状 另外 还要严格控制饮水量和盐分摄入量 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清淡 控制盐摄入 少喝甜饮料 不能大鱼大肉地吃 控制好血压 血糖和血脂 体重和尿酸等各种指标 及早治疗慢性肾病 肾脏作为人体内的重要器官 一旦被尿毒症缠上 不仅肾功能会完全丧失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想象的 尿毒症高发 与人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以及慢性肾病管理不好等因素 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 对于患有慢性肾病的患者来说 一定要引起重视 避免拖延导致肾病发展严重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